夏日旅游季 旅游业者纷纷推出优惠 但近来香港媒体报道 社群平台上出现各种广告 贩售超低价机票 虽然相当吸引人 但得小心是有蹊跷 有香港民众表示打开讯息 从日本到法国巴黎 飞往各国一长串形成优惠 眼花缭乱 但对于来路不明的广告 仍多少有点戒心 万万没想到诈骗集团 冒用了真实旅行社资讯 即使事先核实也无法查出端倪 直到付款多日后 民众才发现大事不妙 当地旅行社指出民众回报金额 至少超出一百万港币 可见受骗人数之多 诈骗一架乱真之下 更让真正的旅行社不停接到民众电话讯息追问 但报警却也毫无帮助 记者时测下 大诈骗客服煞有其事迅速提供超优惠机票 接着声称名额有限必须紧速汇款 有不少人的钱就是这样被骗走 受波及的旅行社也只能不断澄清和检据 旅行社提醒汇款账号若非企业账户民众就得特别小心 即使透过电子支付账户也该有公司行号资讯 另外汇款钱可以多多比价 价钱若是低到离谱可能其中就有诈 千万别让意识的谈小便宜 因小时大 三日新闻 您好报道